各位朋友大家好,欢迎来到有声世界 今天汉语学习的内容是基础字汇 时间单元5 内容会介绍10点分秒钟刻半的面法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提醒你注意在影片中黑色字体是反题 绿色字体是简体 请注意一下字体的差异 时间 时 声调第二声 时 声调第二声 间 声调第一声 间 声调第一声 时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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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ime 这个词语的解释是指时钟上 日历上的具体的分 小时 天 或者是年 对于空间而言呢 是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连续不断的系统 例如 我平常看小说是为了杀时间 现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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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声调第四声 现在 声调第四声 在 声调第四声 在 声调第四声 现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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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w 这个词语的解释是指 这个时候 只说话的时候 有时包括说话前后 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 例如 现在我赶时间要去开会 时 时 声调第二声 时 声调第二声 时 时 时 小时 hour 时这个词语的解释是指 计算时间的单位 一个小时有60分钟 也是旧时的计时单位 例如 深夜11点到次日凌晨1点为止时 点 终点 终 声调第一声 终 声调第一声 点 声调第三声 点 声调第三声 终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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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'clock 这个词语的解释是指 某个测定的时间 点 也是计时的单位 例如 英文老师的终点费是 1200元 半 半 声调第四声 半 声调第四声 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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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字的解释是物体的中分 这是二分之一的意思 例如 七点半 记得叫我起床上班 刻 刻 声调第四声 刻 声调第四声 刻 刻 刻 engraved 这个字的解释是一刻等于十五分 例如 现在时间是八点一刻 也就是八点十五分的意思 分 分钟 分 声调第一声 分 声调第一声 钟 声调第一声 钟 声调第一声 分钟 分钟 分 分钟 minute 这个词语的解释是指 时间的计算单位 例如 一个小时有六十分钟 秒 秒 声调第三声 秒 声调第三声 秒 秒 秒 second 这个词语的解释是指 时间的计算单位 例如 一分钟有六十秒 现在几点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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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at time is it now? 这句话是问现在的时间是几点几分 现在的时间是9点30分50秒 现在的时间是9点30分50秒 现在时间是9点30分50秒 the time is now 9 past 30 o'clock and 50 seconds 其实一般我们回答都会直到分 不会到秒 只是在这边呢 为了让各位更了解自词的意思 所以呢 回答详细的一点 现在时间是9点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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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 time is now 9 and a half 这是我们一般会回答的用语 而半指的就是30分 就会用半来回答 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 有没有认真的学习和练习呢? 没关系 如果不会可以重复多看几遍就会了 希望你也能够乐在其中哦 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吗? 希望能为你在这忙碌不堪的生活中 带来一点温暖与陪伴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按下订阅 给我一个赞 并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哦 我们一起加油吧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